网络世界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影片 然而有人为了点击率和观看数 竟然不择手段地制作造假的影片 把观众片得团团转 但谎言也总有被拆穿的一天 当这些令人尴尬的假影片被揭穿时 创作者们的打脸现场 也成为观众们的笑柄 所以你准备好一起揭穿这些欺骗者了吗? 你好,我家AO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网红造假诈骗 但被人们揭穿试破的影片画面 你听过最离谱的谎言是怎样的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说得跟真的一样 YouTube上有一种类型的影片 让AO觉得很无语 如果大家从未听说过这种影片 那接下来你的世界观将被颠覆 这类型的影片基本上都是 一个成年人假装在凌晨三点 打电话给一个虚构角色 并在对话时表现出恐惧的样子 虽然这类型的影片内容 会让人感到一股莫名的尴尬 但基本上 他对观众而言是无害的 不过JStation发布的挑战影片 就不能如此轻易地被定义为无害了 JStation原名Jason Matthew Ethier 他绝对是凌晨三点挑战影片中 最具争议性的YouTube创作者 这位离谱的内容创作者 曾经发过假装用通灵版 联系已故名人的影片 这本身就很奇怪 更荒谬的是 他会在这些名人去世后 立即发布这些影片 这不就是在消费王者吗? 这种不尊重人的行为 自然而然受到了熟悉该频道的成年人抨击 虽然Jaye遇到了大量的负面批评 但他仍然不遗余力地 进一步推动事情的发展 在2020年 他发布了一段影片 并声称他的女友 Alexia Marano 在加拿大多伦多 被一名醉酒司机杀害了 在现已删除的那段影片中 Jaye不太真诚地抽携着 并向他的观众们 传达了这个消息 后来 他上传了另一个影片 影片中显示了他去了一个临时纪念馆悼念他 介于他不可信的过去 一些人对这件悲伤的事件 是有合理的怀疑态度 但更多人选择相信了 毕竟他不太可能为造出这么离谱的事情 然而 第二个影片发布后不久 Jaye上传了第三个影片 而这个影片将成为他的转折点 这是另一个凌晨三点的挑战影片 但这一次 他声称他通过通灵板 联系上了Alexia的鬼魂 是的 你没听错 在第三个影片发布后不久 一个怀疑的观众 打电话给多伦多和沃泰华警察局 以询问关于Alexia的情况 结果发现 警察局根本没有任何 关于Alexia死亡的报告 之后 Alexia出现揭穿了Jaye的阴谋 她实际上还活着 而且她表示 她是被Jaye逼迫夹死的 Jaye甚至表示 她计划在以后的影片里复活她 哎呦 真的无语了 争议发生之后 Alexia跟她结束了关系 并删除了自己的YouTube账号 而Jaye最终失去了女朋友 她的频道 以及她所剩下的一点点幸运 之后 这两位性男善女 还发生了一连串乱七八糟的事情 Jaye一再尝试创建新的频道 来逃避账号被终止的事实 但全都失败了 这位老兄 要不你用一下你的通灵板 看看能不能和你失去的YouTube频道 沟通一下 假抽动 真博眼球 不得不说 人类为了吸引注意力 真的可以做任何事情 这位名叫Tix & Rosas的用户 就将这种追求注意力的行为 推向了一个极端 2021年 她因为宣传脱锐症 而迅速在网络上走红 Tix & Rosas又称为Emeral 经常以Vlog的形式 记录她的日常生活 而在影片中 她经常会抽动 此外 她还经营着一个杀陷软色的业务 她会在Tix & Rosas账号 以及一个专门的账号上 宣传这个业务 现在问题来了 观众们注意到 在那个频道中 Emeral在镜头前 可以连续几分钟 没有任何抽动 但在此之前 她在主账号影片上 抽动的频率和程度 都非常严重 所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此 Emeral表示 自己有可能在短时间内 不会有任何抽动 而这个回应被大部分人接受 直到出现了一段 时长为54分钟的直播影片 她在直播中 宣传她的杀陷业务 而在这54分钟内 Emeral没有出现过任何抽动 所以这引起了更多人的怀疑 为了证明自己 Emeral发布了一个影片 在影片中 她拿出了她最近的医生证明 这个策略很好 只可惜她的医生证明 看起来太假了 观众能从中找到一堆问题 例如 病史栏中提到了 两次创伤后压力症 但最致命的问题是 那张医生证明上面的 医院标志是错的 作为回应 Emeral删出了这段影片 和她的Instagram账号 所以她不打算道歉吗 真正患有妥瑞症的人 开始观看她的影片 并指出她们认为虚假的地方 她们甚至设立了一个 subreddit来收集Emeral的证据 然后 一个人彻底揭开了 整件事情的真相 她就是Emeral的妹妹 这位妹妹在刚才所提到的 subreddit上 发布了一条帖子 证实Emeral并没有患有妥瑞症 在帖子里 妹妹表示 Emeral在多年前 就与家人断绝了关系 但她的妹妹证实 Emeral有撒谎的历史 在真相被揭露之后 Emeral发布了最后一个影片 宣布她不再为宣传妥瑞症而努力 在整个影片中 她完全没有抽动过 然后 她注销了Tix & Rosas账号 虽然她在业务账号上 还发了几次帖子 但之后 她删除了TikTok账号 并且至今未见踪影 不过最让人感到愤怒的是 在互联网上 伪造疾病的行为 真的非常不尊重真正的患者 但这个现象 却越来越普遍了 Sketchad在2011年加入YouTube 她已发布《绝地要塞2》的游戏影片而闻名 成千上万的人都来观看她的技巧 到2015年 她已经积累了一大批忠实的订阅者 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直到有一天 她突然发布了一段名为 《结束》的影片 在影片中 她宣布自己患有绝症 无法再上传影片了 她向她的粉丝告别 然后停止了更新 虽然她不在了 但Sketchad的传奇依然存在 很多人都在悼念她 《绝地要塞2》的开发商Valve 甚至在游戏中更新了一个叫 Sketchad's Bequest的被动属性来纪念她 就这样 Sketchad消失了 2019年 Reddit用户Alpha Owl 在《绝地要塞2》的子论坛上 发布了一篇详细的帖子 其中揭示了一些令人震惊的真相 首先 结束影片 已被设置为私密 所以一定是有人登录到Sketchad的频道上 并更改了设定 帖子还继续说 人们在游戏平台Steam上找到了她 并添加她为好友 结果这些申请 竟然都被接受了 任何被接受为Sketchad好友的人 都收到了这个不祥的GIF图像 最终 那些追踪线索的人们 一步一步地找到了一个影片 虽然这个影片 现在已被删除 但其中出现的人 正是Sketchad本人 他还承诺 他将会发布新内容 人们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因为他还活着 但随之而来的 就是一个重大问题 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后来Sketchad提供了答案 而这个答案震惊了所有人 他不仅还活着 他还从未患病 在2015年的某个时候 他觉得游戏正在毁掉他的生活 所以他决定关闭频道 但是他没有像正常人那样 宣布退休 而是伪造了自己的死亡 他表示 这是为了防止自己再回来玩游戏 不过很显然 这个方法没有奏效 他非常想念绝地要塞2 以至于他设计了一个宏大的计划 来宣布自己的复活 但由于感到内疚 他最终承认了这件事 并为自己的行为道歉 当然 人们对此感到非常愤怒 Valve也将带有他名字的属性 从游戏中删除了 如今 据他上次上传影片 已经过去一年多了 不过 至少他能承认错误 因为上一个人 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有些人在构建东西方面真的很强 例如来自澳洲的John Plan 他在2015年开始了YouTube频道 Primitive Technology John建造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例如投视机和庇护所 他只使用他在户外找到的资源来建造 正因如此 他在YouTube平台上积累了大量的订阅者 但成功就会引来模仿 而且是廉价的模仿 一个名为Primitive Technology Idea的频道 只是这些模仿者中的其中一个 他们在2017年开始上传 他们自己的建筑影片 但是 这背后的人并不满足于简单的借用 John的频道名称和概念 他们似乎想要超越原作 所以 他们的影片不是关于庇护所 而是展示豪华而夸张的结构 比如迷你水上乐园 他们声称这些是手工制作的 唯一的问题是 他们所谓的手工 跟我们认为的手工 好像不太一样 在影片中 他们确实是使用树枝之类的工具来建造 但背地里 他们用的是电动工具和重型动力机械 简单来说 这些影片都是骗人的 虽然他们试图欺骗观众 让观众相信这些建筑 是由一小群人使用原始工具来完成的 但在某些画面的背景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额外的工人 除此之外 在一些影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挖土机留下的轮胎痕迹 并且这个人身后 那长而平滑的切口 显然不是木棍能造成的 他们以为他们在糊弄谁呢 但是 很显然 他们已经成功地糊弄了很多人 因为他们的账号 有600多万的订阅者 而且 即使是被拆穿了 他们也能脸不红 心不跳地 继续更新 哎呦 实在是佩服 如果大家喜欢糖果 那你一定要去 伦敦的莱斯特广场 因为那里 有一个超级大的糖果店 这个最大的糖果店是 M&M's World 它占地3252平方米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巧克力 然而 根据TikTok用户 Stuart Laws所说 这个地方不只是卖糖果而已 在2021年12月 Lawes分享了一个影片 影片中 他在店内寻找一个 所谓的秘密鸡尾酒吧 虽然在糖果店中 设有一个鸡尾酒吧 确实很奇怪 但这个地方这么大 也许里面真的有鸡尾酒吧呢 他们碰了其中一个糖果罐子 他们表示 这可能会像秘食一样打开 但从影片中看来 罐子被他们碰了之后 并没有任何反应 之后 他们继续到处找 结果最后 还真的被他们找到了 鸡尾酒吧 等等 IU必须和大家解释解释 M&M's World里 并没有什么鸡尾酒吧 这两个人 站在一个看起来 像是厕所的地方 手里拿着他们自己 带进去的饮料 只是为了在TikTok上 获得关注 事情就是这样 而且这些饮料 看起来好像不怎么好喝 为什么IU会知道 这是假的呢 因为这家店的一位员工 在Lawes的评论区辟谣了 当然 也有一些评论者 开玩笑说 自己进过酒吧 但绝对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这个地方实际存在 其实Lawes是一位制片人 导演和喜剧演员 所以他制作了这个影片 他甚至在几个月前 就在推特上 说过了这个创意想法 虽然继续酒吧是假的 但这也可以算是一个 宣传M&M's World的方式 你听过最离谱的谎言 是怎样的呢 在下方留言 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 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 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